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保罗 从保罗的十三封书信 我们一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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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次序往下来看的时候 从他的最早写成的加拉泰书 然后到在旅行步道当中 第三支旅步道当中写成的 哥林多前后书 然后再往下去看到了 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写的一幅塑书 再到最后 他最后写的几卷书是教母书信 提摩泰前后书 写完提摩泰后书之后 没有多久他就为主殉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保罗怎么看自己 保罗怎么看别人 生命的丰盛常常在一个眼光 还不在你的银行里面 有多少钱 你有几栋房子 几栋车子 几辆车子 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丰盛 但是却不一定是生命的丰盛 一个生命的丰盛 是看自己越来越谦卑 越来越渺小 会愿意让主在我的生命当中 照常显大 是因为我承认我自己很渺小 而当我自己看我自己很有限 很小我不像我自己想的那么了不起 那么棒的时候 我看别人眼光也会不一样 当我觉得我很棒 我从来都不出错的时候 我就很难容得下别人出错 当我觉得我很高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们怎么都那么矮啊 当我觉得我很细心的时候 我就很讨厌你们出心 当我觉得我非常坚持真理的时候 我就会很生气 为什么你们一天到晚妥协 但是当我发现 其实我不像我自己想的那么坚持真理 许多的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 碰到跟我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我也会妥协的时候 我大概就比较容易体谅别人 他会妥协 当我发现 我没有我想的那么高的时候 我就比较不会一直瞧不起那些爱的人 因为其实我也差不了多少 你知道在保罗的生命里面 年轻的时候他觉得 马可那个年轻人吃不了苦 跟我们一起去福音队 中途竟然跑掉 我永远不要跟他一起同工 我绝不跟他同工 你如果要跟他同工 我就算跟你分开 我跟巴拿巴分开 我也放不过这个人 但是到了他的完颜 帖摩太后书 他的遗嘱 他的最后一封书信 他的最后一段落说 把马可带来 因为我看见他里面的好 他在传道的事上是有益的 我还是说 真正的丰盛的生命 真正的属灵 不是因为我很属灵 我很容易挑出别人的毛病 我一下就看出你们的问题 挑毛病不难 真正的属灵是看到别人的好 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 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都有他的荣美在我们里面 祝福你能够看到别人的好 如果你真的看到别人好 你就愿意再给别人再一次的机会 爱里面有一样的特质 叫做恩慈 恩慈是什么呢 恩慈是再给别人一个机会 巴拿巴在基督的爱里面 愿意给马可再有一次机会 但是保罗年轻气盛的时候 就不肯再给别人一次机会 贴了一个标签在人身上 永不录用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做错的事 上帝也在我身上贴一个标签 说寇少文 你干过这么多这么糟糕的事 我永不录用你 我就早就没有了 我带领一个教会的团队 在这些团队当中有很多的同工 有一些同工人 没有人不做错事的 但是有些人做错事 我真的会好气 怎么讲了这么多遍 你还这样 我真的好想说 我真的很想 很想把你开除掉 但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讲 我又觉得没有办法 我就跟主说住 我不能叫他走 但是如果你把他带走 我真的会很感谢你 他真的是很糟糕 但是每一次我这样跟主说的时候 主就说寇少文 回头看看你自己 如果用同样的标准 凉凉当年的你 你是不是早就出局了 是 在爱里面 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 我们会愿意给别人 第二个机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